实物上的 因为我们在像那么短的演讲里面 比较多我们是谈一个概念 尤其是看的演讲谈的是一个概念 但概念之外有很多实物上 如何做 如何操作 如何让自己真的能够 心平气和地回到我们的原生家庭 回到我们心灵的家 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以至到最后 我常常在演讲谈的问题 到最后是要回到我们永生的家 这一条道路走起来 说起来我们都知道有那么一个理想 但是很简单 会常常拿一个比喻 也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在静心 那有一些静心的活动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静心结束之后 每一个都可以很安静 心里面也很冷静 也充满了响喝 结果一走出门以后 正在走路 要穿鞋 然后你就看前面的人就挡在那里 你就很想一脚踩下 所有前面的那些静心完全破梦 所以如何除了我们有那样子的思维 希望我们与人为善 然后如何真实的在实物上操作 怎么样来做 那常常我们就会有听到 学院有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我可以请问一下 看过回家这本书的请举手 OK 谢谢 所以看过这本书的朋友还蛮多的 那因为有看了这本书 我想有些朋友来的时候 你已经在看这本书的过程里面 你已经有一些想法 那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 当然没有关系了 但是我觉得借由 曾经看过这本书的朋友 你的疑问 你的提问 也可以很贴近自己的 让其他虽然没有看过这本书 但是可以知道我们这本书的内容 在说什么 这本书 当我在写这本 回家这本书的时候 重要的是 后面的那个部分 重要的是 当我跟我的父母亲和解以后 我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 重要的是呢 就很多 就像我们那时候在 出了这本书 我上了很多的电台节目 上了电台节目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邓惠文邓医师 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个访谈 那讲完了之后 因为邓医师也是学 学他的精神分析 所以我们都有这个共识 也了解 跟父母亲和解的重要 但是有一些 没有接触过心理学的朋友 他就后来就在那个网络上留言 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 都要我改 难道我的父母亲 他们就没有责任吗 其实会有那种 为什么要我改 我爸妈如果怎么样一点的话 那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呐喊 我们随时都可以听得到 但是我要说的是 不放下我们对父母亲的怨怨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痛苦 不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 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 我们的痛苦 是来自于我们没有办法 放下对父母亲的怨怨 我们的痛苦 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亲 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 做了什么让我们心痛的事 我们的痛苦来自于 我们没有办法放下 那些我们对父母亲 仍然带着的那份 那份不满意 那份甚至于 对有一些人来讲是痛苦 所以基于这样 我们就可以直接 在问题上来做处理 不是要我们的父母亲改变 那是 不可能的 如果你还在想说 如果我爸妈 他们两个 不要那样吵架不声好吗 如果他们两个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不是 如果你还怀有这样的想法 我跟你讲 你可能跑错教室了 因为我要告诉你 我真的要让你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那OK我们真的 不要说死了这条心了 我们真的长出了智慧以后 我们真的长出了智慧以后 我们能够怎么做 我们能够怎么样来放下 我们对父母亲 曾经烙印的那些伤痛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放下 对父母亲的那个愿对之后 我们的生命 就是会有很多的坎坷跟扭曲 我经常说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父母亲 他们的善意 如果我们看到父母亲的善意 如果你看到父母亲对我们的爱 你是会有力量 你会知道你是来自于爱 你是会有力量 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父母亲对我们的爱 你还觉得说妈妈比较疼弟弟 比较疼哥哥 比较疼姐姐 如果你还认为说 父母亲对别人的爱 大过于对你的爱的话 你就会 你就会很茫然 你就会觉得很虚弱 你就会没有那个根 没有那个力量 你永远都会在寻找 希望从别人的身上 得到那个对于你的支持 我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 有一些家庭 记得因为魅力杂志 我在魅力杂志单元发行员 我们有过采访的对象是 他的家里面有九个兄弟姐妹 爸爸好赌 爸爸好赌 那这些兄弟姐妹对父亲就带着很大的怨 很大的怨恨 他觉得说爸爸你因为你好赌 把我们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是我们 你是一个男人 家里面有九个孩子 你明明知道你赚的钱是很有限 这时候我们会去想空 想空 会啊 我们就会为了希望给孩子更多的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有他的期望 虽然我不能讲说那个是一个 一个合理的 有建设性的思维 但是他也在寻找 他希望能够有一天可以忽然之间一个大翻身 能够给孩子更多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很难 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父亲 我们蛮难去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只会想到说 你把妈妈拖垮了 你把我们拖垮了 而我们却没有看到 爸爸的那一分心 所以 如果说我们能够重新的去看 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 重新认识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大的转变 包括有一些朋友 可能他很大的伤痛是 我爸爸妈妈把我给人家了 但是真的说起来 也许你的父母亲把你给别人 还是一件比较聪明的事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能力 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给你一个比较完整的 给你一个更多的 给你一个他想要给你的 于是他可能就把你给过去 那我们如果真的可以铁见那一分 真的看到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 你的父母亲不需要改变 但是需要改变的 可以改变的是我们 这就是整本书 回家这本书 我希望能够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 我们自己在场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违人复活了 我们心思了 我们真的能心思了 你如果能够给你子民更多 你会不给吗 你会不给吗 不可能 我们之所以没给 是因为我们给不出来 是因为我们给不出来 我们也知道啊 夫妻感情不好 对孩子的影响很大 没办法 我就看到那个死老头 我就是 我就是很火达 不讲他几句很难过 我们难道不知道 和谐的家庭 对子女来讲多么重要吗 我们知道 但是那个脾气一来的时候 当我们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给出 那个平静的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们给不出来 不是因为我能够给你们幸福 而我不给 是因为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我们给不出来 我们的父母亲 他们已经建立了 所以这是我在这二十多年 走在身心灵的这个领域 走在心理学的这个领域 我深深的体悟到的一些 一些洞见 透过这本回家这本书 希望很多跟 很多还没有回家的朋友 去分享回家的重要 那有一些朋友就会问我说 我父母亲已经往生了 我需要 还需要跟他们取得和解吗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做的 我们在和解的对象 所谓父母亲 我们在跟父母亲和解的 那个对象 是我们心里面的父母亲 是我们心里面的父母亲 也就是说 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爸妈 都说你爸爸这个人好 说你妈妈很好 他们两个真的很好 但是你心里面 只要有那个怨对的时候 你的关系 你的父母亲的那个形体形象 是你怨对的那个 全世界的人都说他好都没用 因为你自己的心里面 带着的那个父母亲的 你跟那个父母亲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 那才是真实的 换句话讲 你的父母亲 你的母亲 可以 做奸犯科 他可以 倒了载 他可以 进了煎熬 他可以 但是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 跟我们的父亲是和解的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 看到的是 父亲的 跟我们连结 很深的那一面 当我们开始心疼 我们的父母亲 当我们开始理解他们的时候 重点是 这一个父母亲 不是别人眼里的 你的父母 而是我们自己 心里面的这个父母 这个父母 可以因为我们的角度的改变 而他跟我们的关系 越来越好 有没有方法 有 绝对有 问题在于 他比较大的困难是 我们觉得 我们的指责 有礼 我们对我们父母亲的 怨 怨的有礼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因为如果你认为 你想要继续hold住 留住那个对父母亲的怨 那我劝你 赶紧放下 可能你会觉得 因为每一人故事不一样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 很难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本来就没有说这些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说这是一个一条必定要走的道路 一定要走的一条道路 如果你想要过得自在 轻松心安宁 因为当我自己在走这条身心灵的这条道路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说 我恨我爸爸 我怨我妈妈 然后我很快乐